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安 回到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今天就是講消委會的 這個報告上個星期出的了 很奇怪 明明我記得消委會是星期一、二出的 因為我整天星期三都可以講 但這個上個星期四出的這個報告 奇怪 這個消委會其實 我看到主要是兩個報告的 一個是點餐平台 另一個是做即食麵的報告 最好笑的就是即食麵的報告 說那個全部都立含兩超標 鬼不知道嗎 我吃得精神的麵 我不知道它不健康嗎 我不夠 Anyway 但是主要是想講這個 他說實測這個六大點餐平台 然後他說因為他接到很近年 接到很多這個外賣點餐平台的投訴 那麼就由2019年 一百零一宗 就去到去年 即是二、三年 有一千零六十一宗那麽多的 那因為很多人叫外賣 那所以呢 他就實測了六大點餐平台 那他就說 首先六成訂單就沒有按時到達 然後又說 透過平台點餐的費用 大部分比外賣自取高 很合理 那所以呢 他就去年12月 即是二、三年的12月 他就在全港十一區 周圍走 透過六大點餐平台 在五線和晚線時段 56次點餐 點了177項食碼 真開心 那這六大平台 就是有Deliveroo Foodpanda Kita 還有這個KFC 麥麥菜 還有Pizza Hub 的Delivery 那他就說六個平台 他有沒有加入人家的subscribe 那些計劃 那些月費更害怕 不知道 加入了可能會好一點 加入了為什麼會好一點 不知道 可能應該沒有加入 如果不是那些 加入了的話 那個價錢應該會便宜一點 對呀 加入了便宜很多 沒有加入貴很多 對呀 加入了你那個 你很多 很多餐廳都可以有折 這樣 那個折就會變回 在店裡吃差不多價錢 對呀 對呀 那他就說 有六個平台裡面 就是用特定時間 形式顯示送達時間 就是這個KFC和Pizza Hut 就是他會寫到明 例如6點32分左右 然後另外四個就是用時段方式顯示 就是例如6點20到6點30分 類似這樣的時段方法顯示 然後呢 好笑的 他說56次測試裡面 那他就說有 等等 有六成 是不是有六成訂單 沒有按時到達 但是你看看那個沒有按時到達 是什麼事 一個就是59次裡面 有九次遲到 其實也算少啦 五十九次遲到 算是這樣 我覺得 是的 這個是16%來的 但是他說有六成 沒有指定時間 然後整個四成 真的遲到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總之 那個九次遲到呢 他就說了 有四次是Full Panda 最長的一次遲到19分鐘 然後就說 Deliveroo呢 就有兩次遲到 他甚至乎 有一次 他是預計了 25分鐘的buffer 他那時段寫 43至68分鐘之內到達 有25分鐘的buffer 我告訴他 他還遲到10分鐘 證明那個時間很旺 是的 如果只是在午餐時間那裡叫 他那個buffer那個時間 如果有長得那麼重要 還有他原本已經顯示那麼長 證明那個時段真的很兩旺 哈哈哈哈 證明那個時段已經做不及了 將那個時間按到按後 就說了 你居原還是要叫 哈哈哈哈哈哈 阿飛也會和你講這些句 你打了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 因為我都會 我很少 但也會點外賣 給觀眾 但是如果他可以寫到 寫到那個時間這麼長 的話 就真的 應該是很繁忙的時段 那樣 還有我也有做過外賣的 然後就說 還有Peter和KFC都有三次遲到 他說其中一次預計59分鐘會送到 但是就遲了9分鐘 他說另一次雖然他沒有遲到 但是他的預計送達時間是89分鐘 那消委會就認為不符合一般消費者的期望 那他沒有遲到 但是他遇多了 說我給你聽要過半小時才送到 那你都叫 人家真的忙了 他也沒有遲到最後都沒有遲 那你按的時候看到要等多久的 還有不知道你哪一區 你等不到一個半小時的話 那你就不要叫了 是 還有你如果時間這麼長呢 首先我就覺得地面應該有點遠的 嗯 有時候未必地點很遠 但是有時候真的倒楣 就是我試過在我媽媽家裡都試過叫Pizza Hut外賣 然後我就是禁止要等很久 然後我就決定我個人陸下去買 然後看到樓下很去陷入整個地方 外面全部都站滿人 在等著外賣 他已經是瘋狂出餐了 但是出不及了Pizza要焗的 我覺得不是 真的嗎 真的很多人在等 我看到這錢嗎 說就要等了一個多小時 我就決定自己在想 它會不會不夠外賣完 跟著我的我也想著到 回去買會快點 的話也不會再快 所以實在是太多人在想 等了 其實以前叫外賣有時候會等這麼久? 是呀是呀 你以前試過叫披薩 叫披薩通常都很久的 因為前面的單已經沒焗完 路只有這麼多 很多時候 通常吃晚餐的時間 可能有時候大家會在晚上吃披薩做晚餐 你六點半叫他會跟你說 最快要一個小時 麥當勞也是 是的 麥當勞如果你在飯王時代叫的話 都是要等很久的 他都會寫明等很久 哈哈哈哈 不過以前沒有那些APP跟你說多久 就覺得好像很久 哦是 你以前是打電話下去 接著他都跟你說要等我 以前通常就是打電話 或者你上網按 接著他就會跟你說 你現在叫的話 我們最少要七點半才能做得起給你 即是你六點半叫 是的 那你用電話說的時候 你六點半叫他跟你說 七點半才會有 就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七點半都是吃飯的時間 是的 但是你用APP看到等了一個小時 我覺得好像很久 是的 如果叫Pizza的話 我其實作為送外賣的人都很討厭送Pizza 我又沒有那些Pizza 那些Pizza盒 還有另外那間那些 我沒有那個Pizza袋 我拿著那個Pizza真的很困難 它會翻側的 我又不想Pizza的那些料 但是我只會刷在那一邊 我覺得送Pizza這件事真的很困難 你不是有它 真的是它Pizza的盒子 你沒有它那個車 是的 我沒有它那個車 然後就覺得很複雜 要送Pizza這件事 尤其是 如果你是借一個Pizza 然後我送別的東西 那個Pizza就很困難 它也放不下外賣的袋子 它也放不下Foodtender的保溫袋子 沒有可能的 你一定要用Pizza盒子的盒子才行 是的 它是方形的 我那個袋子是長方形的 我怎樣塞到Pizza 除非有打直筒下去 打直筒下去 然後那些料就會上手 因為Pizza盒 它是預理四方形的放在車裡面 是的 你抽出來給客人 就在車裡一夜就抽出來 是的 還有它那個袋子 是扁的 打橫的袋子 不是平常普通的外賣袋子 所以我也覺得叫Pizza 應該叫官方的外賣員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會通過外賣平台 叫Pizza的 我也收過不少 但是不是Pizza 就是另外那間 另外那間 藍色那間 PHD 是 是 是 我不是Pizza Express 沒有那麼高級 我這裏附近沒有 應該是說 所以 但是我大部有PHD 所以我也送過不少PHD 很痛苦 它叫那些下午茶 那些一人Pizza 那些都還好 它還是一個小的盒子 但是一叫那些大的Pizza 怎麼唱火啊 然後又不斷擔心 它自己會在那個膠袋裡面滑的 然後它就會開始斜了 然後開始翻側 然後你也fix 它打平 是 Anyway 所以很麻煩 那麥基等到餓死都沒人送餐 你要試 那些半夜時段 我試到半夜時段喊就很快了 半個小時送到了 是啊 是啊 那些兩三點的 還有那些餐廳當然是攪拌堂食的那些客人 是啊 是啊 還有站在一個洞排隊的那些 是啊 但是Anyway 說回它那個測試 它來56次測試裡面 它投訴 由25次提早到達 提早到達也吵 哎呀 它說普通還提早30分鐘 它說 例如KFC試過預計 50分鐘才送到 但是最終是它13分鐘送到 它搞到我失去預算了 例如未到用線時間 或者尚未回到家中 你就等一等 不是 那麽你 你為什麽不在 你要在那個地方才是 我覺得你頂多 在未回到家前 可能三個字喊外賣 你不會早整個小時喊的啊 那個外賣 我猜 然後就在投訴人家 就早到 所以剛剛那裏說有六成模 按時到達呢 它有20% 我當它大概20%就是遲到的 剩下的40%就是早到的 早到都不行 隨便點事 我拿著外賣在街上等 好不好 什麼事 你給的錢又不是多 我等到時間 我看一下它那個要多少點前送達 因為其實就算外賣員看到那個APP 它都是有說的 它那個預計它是說的 它會有個時間給你看 但是就是要你幾點之前去到那個地方 我走得快不行的 我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分鐘 它說要2點03分 這個預計2點03分 1點55分到了 我為了不要早到我站在外面8分鐘 就等我攤動個飯 然後才拿去冰箱 哈哈哈哈 怕坐著那一刻 哈哈哈哈 你給很多錢就行了 你給很多錢 你叫你自己公仁姐姐 到街上去買外賣自取 不是 你給那個錢多到 就是等於我去教琴 我早個動就等它 哦 是 但是都會冷的嘛 我又會關注你的東西 最好趁熱這樣 哈哈哈哈 接著 是早到還遲到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餐廳問題來的 早到還是遲到都一定是餐廳問題的 那個人走路 他是不是都走那麼久的時間的 固定的那個時間 或者開電單車或者踩單車 都是一個 是啊 都是一個固定的 時間都很固定的嘛 那你是一個出餐的控制 除非塞車 就是都不是 電單車沒有塞不塞車的 有時候等升降機 哦 那等升降機就是那一刻的 哈哈哈哈 我試過等升降機等了十分鐘啊 神經病 浪費我的時間 哈哈哈哈哈哈 又有那些 又有那些 但是有時候可能是會搭了一些單的 可能是順路的話 可能你手上可能會有兩三張單 但是順路 是啊 是呀 總之大埔也有這些 首先你要搭了一部升降機上去平台 然後再找那一座 那些就真的很浪費時間 是啊 他會覺得很安全的 住那些人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些人 Kita有準時掌 我會有準時掌 那Full Panda沒有準時掌 但是他有那個 你在一個 就是那個繁忙時間 你做到多少張單 會有優惠的嘛 那些我一定會 那些很快的 那個時段 我行很快的 我做得夠一個小時 四張單 那我就有優惠了 那個優惠也不差的 好像自己打Ranking那些 哈哈哈哈 但是通常 總之通常遲或者早 都是餐廳的問題 不是 尤其是遲 就基本上一定是餐廳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的那些平台 它是會幫你搜尋到 有人可以送它 才會接你那個 你才會按到那個命令 就是例如我住這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去到 如果例如真的吃飯時間 我嘗試按外賣 它會按不到的 因為沒有人送 會灰色了 是啊 所以它是有人 它預計到有人送它 才會被你按得到的 Anyway 接著就說 也都有一個測試顯示 它說即使 檢選同一個食物 同一個餐廳 不同平台的實際送達時間 都有差別 接著它就說 其中一次試過在三個綜合平台 怎麼算同一個食肆 即是 Food Panda Delivery 和Kita三個 接著它就說 怎麼同一個食肆的 鍋貼和拖麵的套餐 最早和最遲送到的時間 分別是23分之78分鐘 那你就選擇做的那一款 哈哈哈哈哈哈 接著在延遲送達的安排方面 它說 有一個綜合平台 和三個連鎖食肆都說 如果還沒有按時送達顧客 是可以取消訂單的 另外兩個綜合平台就說 如果經商戶確認之後 就不可以取消了 另外送達之後 聯絡客人的方面 它就說不同平台有不同政策 接著它就說要求 它有實測 它有要求到達時致電通知的 它就說其中18次是沒有收到電話 接著另外還有三次 就只是掛了食物在門外 那剩下的15次就是直接按門鈴 就是它就說到應該是 全部都沒有打電話給它 哦 其實是這樣的啦 你的外賣 哪有這麼好服務呢 要給了一點錢 我都會的 我會有看它那個 它的評論是什麼東西的 很少的 很多人都不看 哈哈哈哈 我會看一下那個評論 究竟是要怎麼樣的 因為有時候這些評論都有些複雜的 是的 我試過有一個評論 是叫我放在樓下的康間那裡 但是那個康間又不收了 接著 叫他們客人 哈哈哈哈 接著我在那裡糾纏了一段時間 我才能走得到 那你最後怎麼做 我不記得 好像住在那邊我找到那個客人的 接著那個客人就說他自己下來 哈哈哈哈 是 很難 還有有時候你那個返法 你那個中文寫 可能那些藍牙人或者印度人就不懂看了 是啊是啊 我都試過有TAC叫他過來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現在有TAC是印度人來的 哈哈哈哈 他也有打給我 是 是 然後 煩惱是車手單會派到布兵 我知道 我試過瘋狂線 我走1.5km 然後我心想 我走成15、20分鐘那樣 你的餐什麼餐都冷了 就是你 我首先他要我走1km 去到那個餐廳那裡 然後再走多1.5km 去給我客人 我丟他腦袋 收個30元的服務費 哈哈哈哈 好像做那些什麼 那些百萬行那樣 是啊 差不多3km 接著收我30元 貴一點就31元左右 貴一點 又不能跑 是啊 我去那程就很快地衝過去 但是拿著飯之後就真的跑不了 尤其是拿湯那些東西 真的要步步為行走的 然後他拿著披薩一路跑過去 然後現在那些材料就黏在頂上 是啊 沒有材料的 不好意思 恐怖的小賣 是 恐怖的小賣 我好像沒有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真的是 磁能事 1.5km算少 步兵是3至4km 他後來說可以加長之後 那時候我沒有做了 瘋了 步兵他要走3、4公里 就是你接了一個單要走一個小時 然後想去送一個蓋賣 四、五十分鐘 那就少了最多工資 四十分鐘 四公里 如果你走到不快四公里 就可以走一個小時的 那也是的 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後來是有加長 我沒有做之後 他又可以加長了步兵的距離 就說有加補貼這樣 當然加補貼啦 走的時間太久了 三、四公里了 他會導致我那個小時 因為我不是說那個 你化磨時間 我記得化磨時間 是不知道要做夠七張單 就是兩個小時裡面 好像是做過七張單 就有那個bonus 但是我只要無端端 中間接到一張這樣的單的話 我就不用只要拿到 就是那些很長時間那些 就不用只要拿得到那個bonus的了 你無端端中間 我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去送一張單 當然啦 你無端端中間接到一張單 油麻地去尖沙咀喔 我怎麼做 真的跑才能做到的 那些 還有會倒捨 跑的位置 是啊 你簡直好像玩那些 人家 日本有些什麼試應比賽的 就捧著餐子 跑過去 鬥牌跑過去的 完全就是那種狀態 我試過 有個診所那些地方 放大那些廠所 叫外賣飲品 廢水 走上一點幾k 然後是十多杯飲品 然後它又包裝得不好 然後有些是流出來 就是它是有些包杯 那沒辦法 是啊 然後消費會還在那裡吵 關於這個價格方面 它比較其中 141項食物 那個81%的點餐平台價格 比外賣自取高 鬼不知道 然後魚柳包 多了服務難度會便宜 然後它說魚柳包的單碟價格 相差八成半 那你平時如果自取的話 你有那個app的優惠 還有麥當勞那裡 是有那些平價那堆包 但是在那裡吵 你直接向它吵才會有那個價錢 然後就說魚柳包就是測試裡面 那個價錢相差最高的食物 然後它就說透過中日平台訂單 就會比連鎖食肆平台高21% 那 服務費都要啊 你叫麥當勞 你叫麥麥菜 還有叫另外不是它直送 就是叫Food Panda Deliveroo那些 那當然那些會貴一些的 你不是叫它那個平台 因為它自己有自己的平台送餐的嘛 沒有人叫你 叫Food Panda Deliveroo或叫麥當勞的 是的 雖然它有時是有提供的 那你會價價的嘛 正常人 我不是消委會 作為一個正常人 我不是做消委會測試 我不會亂描地 看到它貴我也會按下去 或者看到它很久我也會按下去的 或者你看到它貴也按下去 你就不介意了 是的 是的 之前不是有那些大陸人 在香港點餐 說 點了一盒牛奶 在麥當勞 還是不知道什麼鬼 然後總之 總之點了十多元的東西 總之收到七十多元 因為它沒有到達最低的價錢 然後在那裡吵 是你自己沒有看清楚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到的 你按下去 你按確認之前 有給你一個總單價的 是的 哈哈哈哈 然後它就說 消委會建議消費者點餐前 多些不同的平台的參加和優惠 我也知道 是你 你消委會來做測試的時候 你不理又沒有優惠 不理三七二十一這樣按下去 哈哈哈哈 當然不理三七二十一 出公訴的 很開心啊 很開心啊 我想知道他們是不是每天都去不同地方 今天想吃什麼 今天想吃哪區的哪一樣東西 我們就去各一區 叫外賣 我也很想做消委會 每天都買了所有不同品牌的東西 來試 是啊 啊 消委會好像很開心 然後它一個月叫了五十次外賣 哈哈 因為它只有三十天而已 它有午餐和晚餐 是啊你想想多開心啊 我們宣佈我們12月就做外賣平台測試 耶 好不好 好 午餐和晚餐都要叫的 好 哈哈 哎呀我們今天又要OT留下吃晚餐啊 哈哈 好甜的 你不OT 怎麼等到它一個小時的外賣啊 要等89分鐘 哎呀又要OT啊 又要OT吃晚餐啊 好辛苦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 所以很多人想做公務員 做消委會開心啊 是啊做消委會開心 什麼時候請人啊 哈哈哈哈 好像很不覺消委會的照片一樣 是啊 你也讓我進去你也不想辭職啊 哈哈 我們今個月又做新的測試啊 它是不是好像跟例如做郵差叔叔一樣 一個這麼desirable的工作這樣 這樣 因為郵差叔叔 郵差叔叔好少招聘啊 我等了他很久啊 去年終於看到他有一次招聘 但我已經等了太多年了 我不做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小時候有想做郵差叔叔的 是啊 你想不想做消委會多開心啊 是啊 每個月 然後等額頭公佈 這個月測試些什麼呢 這個月大家想測試些什麼 想測試些什麼 是不是可以投票我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哇 那他就是不是這樣 他說他就整個12月 省了12月的吃東西費用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叫完回來的東西 你叫完回來的東西 要盡了它 不能浪費的嘛 是啊 挺開心啊 然後他還有說 在這裡說太多包裝了 他說總共 這次的實測 他叫了56次的外賣呢 是有收到810件食物容器和餐具 那食物容器 你不要食物容器 你可以怎樣不要食物容器 叫外賣 林小英快了出來 你批評他們兩個 被棋渣 哈哈哈哈 他叫這麼多外賣啊 小偉會 你想想啊 是啊 林小英 你不批評他說不過去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停叫外賣 環保 是啊 然後他就說 在裡面 就說試了56次 有51次要求不要餐具 剩下一個5次幹什麼 然後他說 但是有26次都仍然 獲配備整套餐具 那消費會就叫消費者 盡量考慮堂食或者自備餐具 去外賣自取 減低對環境的破壞 嗯 怎麼狼狗啊 我會考慮堂食 我不會叫外賣 哈哈 我叫外賣就是因為我不可以堂食的嘛 我都興奮了 如果不是 給多幾十塊錢 我專門給貴一點的 現在 我叫外賣 我可以有空去外賣自取 我就不用叫delivery delivery無論如何一定貴 因為你那些外賣平台 你都可以加外賣自取的嘛 你外賣自取是便宜一點的 經常都有節的 但是我叫得他送來 我就是沒有空了 我叫得他送來當然有原因 難道做測試嗎 哈哈 我又不是消費會 哈哈哈哈 我又不是消費會 對啦 有的選擇不要餐具 但是很多時候 根本就是餐廳 消失了下去的樣子 他哪有空去看你做單要不要餐具 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 因為其實送課員那張單 你都看到要不要餐具 有時候其實會幫他看一看 究竟會不會放餐具 沒有放餐具 是啊 但是當你那張單 倒閉到八十九分鐘的時候 哪有空去看 都是 總之塞下去才沒有吵 給少了就會吵 是啊 給少了就會吵 是啊 你給多了 最多給多了 下次會再看 你給少了 然後他一定會吵你 是啊 是啊 你給少了 他就會打來吵你 沒有餐具 怎麼吃啊 是不是 所以做不切 一定是給多了 寧願給多了 好過給少了 然後就會被客人吵 對啊 是啊 是啊 我試過不記得 他是給少了 餐廳給少了一件事 他的份 他給少了一碗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面少了一個湯 他 他是 不知道 可能 五六碗麵 那樣 其中一碗麵 沒有了湯 啊 啊 然後我就要走回 一公里 去拿把湯給他 那不是就在說瓜瓜 是啊 然後我 那次 然後我跟那個人 因為 如果打回到平台那裡 然後他就跟你說 你試一下可不可以 問那個客人 究竟可不可以等 又或者看看他 還要不要那個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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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突然那個 那個沒有湯怎麼吃 我說 嗯 我可以幫他拿回 但是你都要等 因為那個學校來的 那個老師來的 那他都 他那個午餐都沒有那麼長 然後我說 嗯 你等我走回去 再拿回來 起碼等半個小時 會不會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 我真的寧願他給多東西 好過給少東西 給少東西 待會大家一起搞 嗯 那麼我平台 有沒有出多份錢給你 當然沒有啦 那就不要幫他拿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等他投訴 那也是啊 他投訴有退錢 是啊 其實很容易退錢 其實所以我是很好奇的 消費會收到那1019單的投訴 是不是1019 總之一千零幾的投訴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投訴 因為其實 你直接向外賣平台投訴的話 我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會 獲得 比我那樣東西的賠償 對啊 我試過給錯了一杯飲品 我 接著他一退就退 給我30元 我下次用 這樣 但我杯飲品才是十幾元 是啊 接著我 我弟弟試過跟我 我幫他叫了一碗淡淡麵 接著半碗湯倒出來 那就只剩下很少湯 一碗淡淡麵 接著他就直接退回 那間都要貴一點的東西 就直接退回65元給我 就是那件食物的價錢給我 是啊 是啊 人家說 人家說 會補送回 就是會給我送的錢 我就叫你附送 哦 是啊 他會給你運費 送茄汁還沒送錢 送到茄汁 那我停頭就會給你錢 沒有啊 我總之好像是 接著都有一宗在那邊附近的 我就順便拿回 就是 都是 我有接接著那一宗 但是我看到是可以把時間放進去 那只不過拿著一碗湯 有點痛苦 哈哈 那個平台是有嘗試 我可不可以直接和客截圖 接著和客截圖 接著和客截圖 就是幫他拿一碗湯 神經病 你用了我截圖 那你不用做了 你要CS 我做了 是啊 但是那次之後呢 就算有那些爆杯啊 爆碗啊 等等的 我都叫過客截圖 直接向平台反映 然後我說 都 他的包裝不妥 都沒辦法他爆了 我試過有個客截圖 說 他要掛在門口 因為那時候不是疫情的 然後他有鏡子 然後就說掛在門口 然後打給他 那樣子 我掛在門口 打給他 我在升降機後 在升降機後 我看他開門 我轉轉後 原來他的門 他在裡面扭的時候 他會一起扭的 外面一起扭 很厲害 然後他就整個 他又有個禮湯 就突然掉了 那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都是 他要跟外賣平台反映 雖然也不是外賣平台的問題 對啊 是他按鈕 是他按鈕的問題 那個平台問你 你不就要那個客人按鈕 不是啊 但這些情況 其實那個平台都會 可能作出賠償那些 很容易爭取到 所以我是不知道 究竟有什麼事 需要搞到去 少衛會那裡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所以這次的結論就是 做燒委會就是爽 是啊 希望我們有之一日 又可以開一個 大香港燒委會 是啊 做一個燒委會造神 可以測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啊 這個星期 我們有什麼電器壞 我們這個月就實測這個電器 買五件回來 買五個雪櫃回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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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